大家好,这里是淡定说剧 老甘龙还在一个劲地支持长公子继位 秦宪宪这时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宪宪宪宇垂危,急召二子还巢 掌公子迎前推开掌使的阻拦 掌公子迎前所带马队在宫外待命 关于国君之位,宪宫让迎前在自己与兄弟间做出选择 但宪宫放心不下一句口头承诺 为父,还是要你历史铭心 因为宪宫本身就是五岁继位 被伯父抢走军位并放逐了三十年 多亏了,迎改,甘龙,一般元老 不满秦国日渐衰落,愤然政变,才重掌军权 迎前于是断指写下血书名誓 宪宫这才虚伪的安慰 安排包扎,撤下埋伏的假释 真是好手段 重新又召来众公子迎曲良传位于他 并交给他老大的血书以防万一 秦宪宫泯然而逝 公元前362年冬 迎曲良在山河破碎,民生为奸 举国即将崩溃的危难时刻 继任秦国国君,史称秦孝宫 正值鼎盛时期的大魏国 兵败国弱民穷的秦国 丞相,公输错,谋不得当,战不得法 立即拒拿权足,拙其绝刑 龙谷等23将,一体拒拿 上将军旁军自请三万骑兵 要赴离山抢回丞相公输错 并扬言来年春天要一举灭秦 明春一战灭秦 国王万岁 为防大丧期间为国来犯 上大夫领政至丧 上将军统终战士 只怕兵器粮草不济 又打半拉子仗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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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